他後來感覺上是改口了 他現在怎麼講 罷免是公民權啊 政黨就要尊重人民的權利啊 所以很明顯跟之前不一樣 甚至他也感受到了 韓國瑜所對他的威脅 韓國瑜可能真的要北上了 還有另外就是 你看這個光是這個禮拜 為了去反罷韓的事情 韓國瑜做的動作 真的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你怎麼可以 你怎麼敢 公然的就是猜看板 猜就只猜罷韓的看板 然後就說罷韓是這個違建 然後其他旁邊的人 違建我就是可以不猜 我就可以偏偏只猜這塊 大家都會知道啊 可是他為什麼敢這麼做呢 他還不只這樣 因為他是市長 所以他有執政權 你知道他不僅 不僅猜掉人家的看板 還用了建築法 所以你這個沒有申請審核許可 然後就擅自使用這個違建 然後呢這個違建這個土地 所有人建築物所有人 一樣要開罰 要罰4萬到20萬罰2萬 所以他真的用他的所有的 那個執政的行政力量 那你知道國民黨人 有的國民黨人還幫他講話說 這個東西也不是韓國瑜下令的 是那個公務局長自己是 我說那公務局長總會看人說 他當然知道他的老闆要幹嘛嘛 對啊 所以那個藉口沒有意義 但是你就可以看出他就是故意的 他完全就是衝著我就是用我自己的這個政權 就是要打壓就是不讓你 所以學校也不借 你連投票所都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國民黨每次選主席那個投票人很低 就是因為投票所很有限 因為你像選舉的話到處都有投票所 一個區區有兩個 對 那你說像國民黨那個選主席 像雲林好像就只有六個 對 沒有幾個投票所 很少 那所以很多黨員就根本不會去投票 對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到那個地方去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就是壓低你的投票數 讓你根本沒有地方可以投票 對 那所以而且時間已經滿緊迫了 坦白說時間已經滿緊迫了 對 那事實上江啟臣因為他人比較溫和 然後年紀輕輕剛剛當選黨主席 總是希望說以和為貴 然後黨還要團結 對 那高雄市長這個位子 對國民黨來說還是很重要 所以他當初一當選的時候還真的難下 帶著他的兩個死黨先攔下去 那問題是還希望能夠拉他一把 可是現在大概發現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他才不會 才放棄 因為他不可能拉著這個 拿韓國瑜把國民黨拉著去陪葬 對 你知道上次選舉 國民黨坦白說是最有機會 重返執政的一次2020 對 但是完全輸成光光的 所以你這一次如果再把他這個拉起來 拉不起來的時候 國民黨整個再陪下去的話 那就沒有了 江啟臣也沒有了 國民黨也沒有了 對 現在已經滿嚴重了 所以我覺得江啟臣 他旁邊的那些人已經告訴他說 大概沒有辦法 所以你現在看不到那個藍茵的 像立法委員那些去幫他 因為已經沒辦法救的樣子 已經沒辦法救韓國瑜了 對 所以你看現在沒有人去幫他 而且很扯 江啟臣怎麼說到 你們幫韓國瑜有沒有 對 韓國瑜現在反過來要去搶他的位子 韓國瑜一向就這樣 記不記得王金平幫他弄那個場合 弄得那麼大的那個三三召事 擺明就是我要選總統 你當選市長以後 你要支持我 他當選以後連話都沒有跟人家講 從他表示要選到參選去登記 沒有跟王金平打任何招呼 他一向就是這樣的人 你說楊秋新也是 答應他這個副市長 兼秘書長 對 最後就不了了之 所以為什麼這些人 那王金平是比較有修養 不會開罵 那個楊子秋就開罵 楊秋新就開罵了 對 王金平說我哪有生氣 我不理他而已 對 但是我是覺得韓國瑜 其實不要那個大動作 如果真的要直球對決 要選黨主席 你現在就辭掉嘛 演一個悲劇的角色 對不對 就是說你看高雄人逼我 我必須要辭職 我辭掉這個職的話 我才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然後有朝一日 我在這個選土重來 他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用這種小的伎倆 然後剛剛說那個在那邊 弄了一個什麼叫什麼 愛情摩天輪 你知道我看了以後 我發現我好像到了小人國 你知道那小人國 你到桃園去吧 因為防疫不能太多座位 不是 不是 就小人國有安全距離 就小人國嘛 那小人國 你把什麼東西都弄成很小的 在那邊 這樣也行 對 一次可以走很多地方 小人國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他說他就像到了小人國 葛列婆被這個小人抓起來嘛 對 那我看到那個摩天輪以後 我就發現真的是到了小人國 然後那個摩天輪 這樣小兒科的這樣子在玩 然後他還說 你知道這個愛河也清乾淨了 然後路燈也好了 所以他現在玩的還是那一套 對 那你比如說像今天剛剛那個學偉說 他說他那個去致詞 他會講口出粗話 他說他叉叉的 結果他後來居然說 哪有我沒有講髒話 我講的是我怎麼了 這個音會不會差太多 對 然後又說他當初去趕火車 跳火車 那時候確實很多學生 小太保們 是真的用這樣的方式 追著火車跑 然後火車調戰就跳下來之類的 確實是有這樣子 那個時候新店到公館那個火車 就是這樣開的 那他們上學到板橋就是那種小火車 你知道他在講他當年的得意往事 可是因為他得意旺行 所以說那個三字經就順口就出來了 所以這就是他的本色 可是我是覺得江啟成也真的是不用煩惱 但是丟掉高雄其實是蠻可惜的 可是如果他真的這樣直球對決 就像傅昆成我講的 傅昆成 你就辭職跳下去對幹 然後你就投票嘛 對 對不對 如果說他今天辭職 然後你投票過不了的話 你還可以再選 根本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他捨不得 但是他又不願意放 還是要用各種樣的招數 希望能挽回來 那江啟成現在發現他大概受到威脅 再加上國民黨不能夠拿著去陪葬 所以才會這樣改變態度